美国323.9,中国319.8,近日,世界现代军舰名录这一美国知名军事网站发布了2023年全球海军实力的排名。 根据该排名,中国海军的实力已接近美国海军达到了98.7%,位居世界第二。 该网站解释说,这一排名主要是基于与海军战斗力有关的各项数据,如一线作战舰艇数量、在一时间、现代化水平、后勤支援和攻击防御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考量,从而形成了一个用来评估各国海军力量的实力指数计算公式。 近年来,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,经过数十年的精心打造,国防实力得到了急剧增强。 几乎每年在重大军工科技方面都有新的突破,甚至在某些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。 然而,有句老话说得好,陆军需要30年,空军需要50年,而海军则需要100年。 中美两国的海军实力是否真的如上述报告所描述的那样几乎相当? 中国海军的真实实力究竟如何? 多位军事专家对此表示质疑,他们认为这一榜单可能是以一种看似专业的方式渲染中国威胁论。 他们强调,对于自身的实力和局势,中方需要保持更为清醒和审慎的认识。 仅从数据的角度来看,根据网站发布的舰艇数量,美国海军现拥有11艘航空母舰,68艘潜艇,22艘巡洋舰,70艘驱逐舰,21艘滨海战斗舰,8艘水雷战舰,10艘近海巡逻舰和33艘大型两栖战舰,共计243艘现役战舰。 与此同时,中国海军的舰艇包括3艘航空母舰,72艘潜艇,48艘驱逐舰,71艘护卫舰,44艘轻型护卫舰,49艘水雷战舰,127艘近海巡逻舰和11艘大型两栖战舰,总计425艘主战舰艇。 不可思议的是,中国海军的舰艇居然比美国多了182艘。 但事实上,这一排名榜单并不简单。 据榜单备注,评估舰艇数量时还包括了尚未投入使用的舰艇。 军事专家多龙解释说,这个榜单仅仅列出了一些基本数据,并没有深入解释实战中重要的应用数据。 他强调,航空母舰在战略上占有显著地位,美国在这方面拥有数量优势。 虽然美国的潜艇数量略少于中国,但全为核潜艇,而中国则还有许多常规动力潜艇。 此外,美国已完全淘汰护卫舰,而中国仍拥有大量护卫舰。 杜文龙分析说,若再纳入海外基地数量、作战经验等因素考虑,上述统计数据与实际作战能力之间的差距将更为明显。 除了仅从数据角度出发的不足之外,上述统计还暴露了另一个漏洞。 军事专家张军社强调,海军实力的衡量中,舰艇的吨位竖起着关键作用,这一指标与舰艇所携带的武器装备有直接关联。 以美国为例,其11艘航母均为10万吨级别,而中国现役的两艘航母则为5、6万吨。 尽管中国的航母实力在全球范围内位于前列,与美国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。 有网站报道称,为了迎头赶上被视为全球竞争对手的中国的造舰速度,美国海军正计划在未来10年中建造多达65艘舰艇,包括驱逐舰、航母、核潜艇以及两栖舰艇。 关于中美两国海军实力的具体差距,美方无疑心知肚明。 然而,现阶段美方却以精心挑选的数据呈现,似乎试图塑造一种强大的竞争对手形象。 这其中的用意不言自明,暗藏着某种深层次的考量。 关于捧杀的真实目的,从军事角度分析,这样的排行榜并没有太大的价值。 其真正的目的,可能就是利用这种貌似专业的方式来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。 张军社解释,美方将此榜单视为对中国的捧杀,把中国海军当作一个目标,一个假想敌,以此在全球范围内制造紧张情绪,误导国际社会,并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。 正值上月底,美国参议院已批准2024财年国防预算草案。 路透社报道称,2024财年的国防预算预计将达到占美国2024年GDP的3.2%,是和平年代的最高占比。 总额为886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中,有8420亿美元将分配给美国国防部。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24财年国防预算申请概要中透露,2024财年军费将主要用于加速武器装备升级,换代和投资新型关键技术等领域, 按照美国联邦预算的流程,下一步,参议院和众议院将讨论该法案的最终版本,然后提交给美国总统拜登签署。 在2022和2023财年,美国国会的实际拨款分别超出国防部预算申请了272亿美元和430亿美元。 分析人士认为,在现有的美国政治环境下,国会很有可能会继续沿用这一做法。 全球海军实力的排行榜在此时出现,或许在某种层面上为军费预算的增加提供了理由。 塑造强大的对手,可以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海上竞争,寻求更多经费,争取更多项目,实现美国海军的彻底转型。 杜文龙指出,美国海军正将海上分布式作战作为核心,但现有的传统作战装备与海上分布式作战之间存在差距。 因此,美国正在努力推动智能无人系统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,这一越来越明显的军事霸权野心已经暴露无遗。 张军社表述,由于中国的军舰数量增多,战斗能力明显提升,美国因此认为中国意图与之竞争。 然而,中国实际上并不寻求进行战略竞争。 面对西方智库和专业网站发布的排名,我们一方面要保持清醒的认识,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的是,在过去十几年间,随着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壮大,中国海军确实实现了显著的进步。 2021年4月23日,海南舰作为国产的先进两栖攻击舰首舰,正式加入人民海军的队伍。 紧随其后的是广西舰、安徽舰不到两年的时间,三艘075型两栖攻击舰相继投入使用,逐渐展现出其战斗力和保障能力。 与此同时,中国海军还呈现出大型化、远洋化的趋势。 今年4月,我国最新一艘055万吨级大型驱逐舰咸阳舰启程启航,距离首艘055型驱逐舰南昌舰加入人民海军的队伍,仅仅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。 根据统计,2022年人民海军新服役的舰艇总排水量达到12万吨。 仅以吨位衡量,这一数字就相当于法国海军总吨位的三分之一。 那么,中国海军的全球实力究竟处在何种水平呢? 对此,杜文龙分析表示,我们可以自信地说,中国海军已经站在了全球的顶级行列之中。 近些年来,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,这是长期努力积累的成果。 无论是大型舰艇的建造,舰载设备的升级换代,还是整个编队的联合作战和武器装备的精心选择,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 杜文龙表示,每一步的进展都是国家实力不断壮大的标志,没有强大的国家,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海军。 舰艇的数量不仅仅是一项数据,更是整个军工生产体系进步的缩影。 杜文龙进一步指出,中国目前在国防军工的自主创新方面有着卓越的表现。 海军转型在不断的演变和聚合中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。 如果沿着现有的发展轨迹前进,中国海军的前景将更为广阔,能在近海防御、远洋防卫等领域做出更多的贡献。 当然,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还存在着一些区别。 作为全球海上安全的守护者,中国海军热衷于积极参与各种海事活动和任务,如编队护航和医疗访问等,与美国海军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及其背后的目的任务相比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